今天的埃精選帶您要來看到的是最近中共軍機 這個頻繁的侵擾台灣西南空域 而美國軍事專家庫博就指出了 中國可能已經研究 美國在2018年對敘利亞發動的攻擊戰術 包括是利用美髮英的戰機 還有美髮的軍艦來進攻鴻海波斯灣 還有這個地中海等地 而這類似深東極西的戰略 最後有超過100枚的飛彈擊中了目標 而敘利亞和俄國盟軍卻都沒有擋下任何的飛彈 而他同時強調了解放軍未來可能將會擁有360度的攻台能力 而這正是他預料到最糟糕的一個情況了 好 這樣的戰略呢 就是利用中國軍機和飛彈來從這個台灣西方來侵襲 而轟六轟炸機和前哨的基地戰機呢 則是可能會從台灣的北方南方來進攻 而海軍以及這個航空母艦 則是可能會繞過台灣從東面來發動突襲 不過解放軍日前其實有個最重大的障礙 就是缺乏了空中的加油能力 好 另外來看到這英國學人智庫 週二公布了2020年的民主指數報告 而第一名是蟬聯冠軍的挪威 而台灣呢 2019年排名是31 這一次我們看到台灣是拿到了8.94分 是東亞之首喔 而且被稱作是亞洲民主的燈塔 而且是首度晉升到完全民主 而且他的得分排名呢是進步最多的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評分的標準上面呢 台灣的選舉過程和這個和多元呢 是達到了滿分10分 而且是被肯定台灣這個抗議的一個成果 而且不過呢這個保護資訊隱私的部分 其實是還有這個進步的空間了 我們來看到香港排名呢 則是從原本的75掉到了87 因為港府推國安法導致香港民主的惡化 另外北韓則是敬培莫作了 而其實因為疫情的關係 很多國家都進行了封鎖 這個讓2020年民主指數全球總評分變成了5.37 這是2006年以來最差的喔 而在亞洲排名下滑最多的是 剛發生軍事政變的緬甸而主因就是緬甸去年 對這異議人士的大規模打壓 我們繼續來看到緬甸實質領袖翁山蘇姬被逮捕 而軍方拖了兩天才公布了搜捕令 而指控這翁山蘇姬違反了進出口法 走私這個無線電對講機意圖兵變 還指控總統溫敏涉嫌違反防疫規定 連續第二晚仰光市區再一次的響起敲鍋打盆的抗疫聲響 而且這一次還有一戶人員以歌聲還有燭光力挺民主派人士 明天政變第三晚民間慢慢湧現怒氣 明天軍方真的是羞辱了人民的智慧 當局在3號針對羈押資政翁山蘇姬以及總統溫敏一事 提出超瞎的起訴理由 指控翁山蘇姬非法走私無線電對講機在國會開議前兩天發送給軍局人員 言下之意是翁山蘇姬陰謀發動軍變 還指控了總統溫敏在去年9月的選舉活動中 向往來的車輛打招呼違反防疫規定 觸犯了自然災害管理法 兩人將被羈押到15號等候開庭審判 針對軍方荒謬的說辭 美國國務院也做出了回應 但是緬甸政府無視國際間的反彈聲浪 官方國營電視台昨天首次播出武裝部隊總司令 敏昂來會見新內閣成員以及工商聯合會代表的畫面 同時軍政府為了避免節外深知 已經下令暫時軟禁在國會大樓內的數百名國會議員 在二十四個小時之內通通離開首都 接下來來看到的是中美之間的關係發展了 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被問到 美國是不是仍然是支持一中政策的 他回覆說這美國的政策並沒有改變 不過上個月發布的新聞稿 卻是說到美方有注意到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不斷企圖恐嚇包括台灣在內的聯邦 而且敦促北京停止對台灣的軍事外交和經濟施壓 而美國國務院這個也表示說 美國對台灣的承諾其實是堅若磐石的 也重申說美國將會繼續支持和解決海峽兩岸的議題 而且會隔守美中三公報還有台灣關係法 以及六項保證以及協助台灣來維持自衛的一個能力 不過對北京態度暧昧不明的其實還有美國駐聯大使 唐馬斯格林菲爾德了 他也被起底到說曾經在2019年的時候 在演說當中發表了親中的言論 並且是讚賞中國在非洲的一帶一路建設 還說能和美國一起為這個非洲帶來正面的影響 卻始終沒有譴責或是提及中國侵犯人權的情形 但是後來他又說了中國是戰略性對手 說他確實是後悔發表那樣的演說 而共和黨參議院克魯茲就認為說 他對中國會硬不起來 因此就像這人事命令投票延後提案來表決 我們不過來看到這個美國總統拜登的態度 他目前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之間是沒有任何的對話的 而他也是不急於和中國來接觸 有學者就指出了 其實這美中結構性的矛盾會促使拜登做出一個抉擇 好 那麼在這個同時也指出了 習近平在2020年其實發生了很多的錯誤 包括像是武漢肺炎疫情的源頭就是在中國 另外中國同時也製造了很多的謠言來抹黑美國的民主 好 那麼如果這個時候拜登和習近平來進行對話的話 那麼等同於是承認上述的舉動的合法性 會替他加強了在國際上的地位